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 开发S集群上面的混布 还有资源利用率相关的一些事情 首先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叫陈鹏浩 来自蚂蚁精服务系统部 然后现在主要做的一些工作是 开发S集群的一个调度 还有资源管理 还有一些混布相关的事情 然后另外一位speaker是来自阿里云的合见 他今天身体不舒服 然后没到现场来 我们今天想分享的内容 大概是分下面的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首先是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在大规模的落地开发S集群之后 遇到的一些资源利用率的一些问题 包括我们的一些思考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集群里面的运行的任务的一些分类 接下来就是我们怎么样在开发S上面做混布的 这个可能是一些技术细节的一些东西 最后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现在做的一些结果 首先是我们的集群的规模 然后现在蚂蚁所有的生产集群 都全部被开发S接管了 大概有十几个集群 然后最大的话 一个集群可能有上万台的一个node 然后其中会有数百台的是GPU的node 然后这些GPUnode是和CPUnode 是在同样一个集群里面的 然后在这些集群里面 我们运行大概数十万的pod 其中会有上万的是jobs 就是说大家平时可能会接触到的一些计算类的一些任务 然后这么大的一个集群规模 然后带来的一个资源的成本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当我们在落地了KBIS之后 我们遇到的一个很明显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的资源利用率的问题 然后提到资源利用率 然后这边给大家看两张图 左边是Twitter的一个资源利用率的情况 然后右边是Google的 然后这个图是我从网上找的 然后是几年前的一个数据 它的横坐标呢 就是一个CPU的利用率 从0%一直到100% 它的纵坐标呢 就是一个时间片段 可以认为是它时间占的一个比例 从这张图里面可以看到 KBIS这边大概是在20%左右的一个CPU利用率 然后它会有一个4到5倍的一个提升空间 当然是按照100%来算 然后Google这边大概是在30%到40%的一个利用率的情况 会有一个3到5倍的一个提升空间 这个是大概几年前的一个数据 他们现在的利用率肯定是比这张图里面应该是要高的 然后我们落地完KBIS之后呢 遇到的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整体的利用率是比较低的 大概在一两年前我们遇到的这样一些问题 然后我们这边总结了一下 为什么说我们集群的利用率比较低 第一点就是说 为了保证一些延迟敏感的任务 不受到一些影响 我们最开始的做法就是说 把一个大的集群人为的划分出来很多的逻辑的池子 然后呢每个池子里面单独跑某一类的一个任务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它的隔离虽然说是最好的 但是整体的利用率并不是很理想 然后第二点就是说 我们发现就是资源的分配 还有资源的使用中间是有很大的一个gap的 就是说你虽然说集群的资源都被分配出去了 但是呢它的一个利用率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 大家看到集群的水位 就是说已经分不出来新的容器了 但是呢它实际上在用到的资源是比较低的 第三点就是说 我们的运行的这些任务的利用率 它是随着时间变化 然后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波峰波谷的这样一个现象 举个例子就是说 我们那些在线的一些service 随着这个白天流量的起来之后 它的一个利用率就很明显就上来了 到了晚上没有流量的时候 它利用率很明显就降下来了 最后一点就是想给大家表达的一个意思 就是说我们的硬件设备是易构的 包括它的一个大小 它的一个类型 还有它的一个性能都是不太一样的 你同样的一个任务 可能跑在不同的硬件平台上面 跑出来的一个利用率的效果也是有差异的 然后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说 我们有一个大规模的集群 然后但是它的利用率非常低 其实你提高一个资源利用率 对整个集群的成本的解决是非常明显的 像你有一个烧饭台的这样一个规模的话 你提高10%的利用率 其实可以节省的一个成本是非常巨大的 可能就是数千万或者是上亿的这样一个规模 刚才就是给大家分享了一下我们落地K8S 然后遇到的一些利用率的一些问题 然后接下来想跟大家聊一下我们目前在集群上面运行的一些任务 就是说我们想提高利用率的前提 就是说我们要熟悉我们集群里面运行的是什么样的一些任务 这边给大家罗列了两种任务的分类 就是在我们这边会把集群里面运行的任务分成这样两种 一个叫long running的一个service 然后另外一个叫jobs 然后呢从不同的维度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两种任务的一个分类有什么样的特点 service其实它就是一些在线的一些应用 它一般是承载的一些在线的一些流量 比如说一个电商的一个网站 或者是一个支付的系统 它其实都是一些在线的一些应用 然后它的一个latency的一个敏感性是非常高的 就是说当你延迟比较敏感的时候 对用户来说就是一个比较卡顿的一个现象 然后它的一个优先级也是比较高的 就是说当你在调度或者说在做资源分配的时候 它是最高优先级来分配的 它的一个流量的特点刚才也跟大家讲过了 就是说它在白天的时候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峰值的 到了晚上的时候它的一个利用率就很快就降下来 然后它对一个错误的容忍也是有自己的一些要求的 就是它一般是不太容忍 不太能容忍说失败 然后呢它就是说需要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可用性 然后jobs呢这边给大家举了一些例子 就是比如说我们一些数据的处理 Spark还有Link 还有XGboost 还有一些AI模型的训练啊 其实都是一些jobs类的应用 然后它其实对延迟不是那么敏感的 它一般是按照一个基线的一个体系来运作的 比如说它提交了一个job 它告诉你说我只要明天早上8点 你能把这个计算的结果告诉我就可以了 它不关心你中间是什么时候给它真正的跑起来 然后它的一个优先级也是比较低的 它可以容忍说我在整个调度的时候 喷顶在那里 然后当你有资源的时候就可以 当你有资源的时候就给我调度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它的一个流量的峰值呢 其实跟在线的不太一样 然后它其实一旦运行起来呢 它就很明显就会看到它对资源的需求是比较疯狂的 然后很明显的一个峰值就起来了 但是呢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它可以容忍失败 就是说我一次运行失败了之后 我可以通过retry啊或者什么的 你最终帮我运行成功就可以了 OK 这个是我们基群里面运行的 大概这样两种类型的一个任务分类 我们了解了我们基群里面的任务分类 然后呢我们也了解了我们现在基群的一个 虽然利用力比较低的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我们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首先考虑到的可能跟大家平时接触到也差不多 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做超卖 超卖就是说我让这个基群分配更多的任务跑上来 这样的话是不是说我的利用力就会上来呢 其实超卖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事情 这边给大家简单的聊一下 就是你一个不可控的超卖 其实是比较对基群来说是比较危险的 然后你不能说我随便的就把基群给超卖掉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超卖要根据你动态的一个 node上面的一个素材情况然后来做超卖 比如说当它的素材比较高的时候 其实你是不应该来做超卖 因为它已经资源比较紧张了 当它素材比较低的时候 你是可以适当的去做一些超卖 超卖的时候呢其实也是看你资源类型来分的 然后有些资源是可以被压缩的 比如说CPU大家都知道 它是可以被压缩抢占啊 这样一些特性在里面的 但是其他一些资源比如说磁碳还有内存 其实是不可压缩的资源 在这种不可压缩的资源上面 你做超卖的话其实也是比较危险的 下面一个大的一个警告 就是说out of memory这样一个事情 就是说平时大家可能在生产的时候 也会遇到这样一些情况 就是说你把内存超卖多了之后 其实你会发现基群里面很多的任务都被OMQ掉了 刚才聊了就是说我们通过超卖 其实是可以部分的提高资源利用率的 但是呢它不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然后我们经过我们的思考呢 其实我们更推荐是从资源的维度 然后来做一些等级的划分 这边就是说我们会把资源分为两个等级 一个叫高优先级的资源 一个叫低优先级的资源 然后高优先级的资源就给一些在线的service来用 低优先级的资源就给一些离线的jobs来用 这个是我们这边做资源利用率的一个原则吧 就是说我们首先是要把资源划分成不同的等级的 就是不同的资源等级 然后来应对不同的场景 然后这两种资源等级中间的一个隔离是一个关键点 然后下面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这边就是我们两类资源等级的一些特性 然后左边的是一个production的一个级别 就是它是用来给在线的service来用的 右边是一个proemptible的一个资源等级 它是给离线的一个业务来用的 它们两个的区别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 左边其实是有一个SLO的保障的 就是说你一旦申请了这种资源的话 然后你是可以保障说你一定能用到这么多资源 然后它是不可以被驱逐的 就是说你一旦用了这个资源之后 别人是不能抢你的 这个是一个它的特点 这就是在调度的时候它是一个高优先级的调度 然后右边的一个preemptible的一个资源 就是说我是没有SL 我有保障的 就是说我当机群有的时候 当机群里面空险资源多的时候你可以给我 但是当它没有的时候 你没有资源分配给我也无所谓 只要你最终在我的基线之前 能把资源给我就可以了 然后这样一些资源的一些特点 就是说它上面运行的任务是随时可以被杀掉的 就是当你集群紧张的时候 我可以把一些preemptible的一些任务给杀掉 然后来让阻给一些在线的应用来用 然后在调度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也是一个第一优先级的一个调度 这边其实还少画了一个内容 就是说左边的这个production的资源是要计费的 在我们这边是要申请预算的 就是说你不是说任何一个业务来了 都说我要用这个生产级别的这样一个资源 因为大家都知道左边的资源比较好 但是呢这边是要有预算的 就是说你要花钱你才能用左边的资源 右边的资源是我们不用花钱的 就是说不用预算的 就是说你只要你机群里面有的话 你能给我跑起来就可以了 所以说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区别 联完了这个资源的分类 就是有高优先级的资源 又有低优先级的资源 然后他们上面的任务是怎么样来做格力呢 其实我们跟大家的做法也差不多 都是利用了内核的Cgroup的一些技术 但是呢可能蚂蚁跟阿里这边 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说 它的内核是自己做的 它的一些里面的很多东西 可能就是自己在里面加了一些特性 我们这边用到的一些Cgroup的格力的参数呢 大概有这么几个维度 CPU上面呢我们会用到一些Shell和Quota 它有一些Course的一些概念 就是绑合的一些概念 Memory呢可能就会去设一些 它的一些Limit的限制 然后Disk呢也会通过一个BlockIO的一个设置 然后来做到不同的等级的一个区分 然后网络上面呢 我们会根据网络的优先级 然后还有它的不同的带宽 然后来做一些配置 这个就是具体到内核里面的一些参数的设置 这个其实都是一个经验值 就是说可能有些参数在我们这种场景下面是可以的 但是呢可能在别的一个场景可能就不一样了 这个是需要去调的这个参数 这边我们做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我们会在根组上面就做一些文章 刚才也给大家讲了 就是说我们的任务是去分为两个等级的 一个叫Service 一个叫Jobs 所以说我们在NodeLevel的这个Cgroup上面呢 就给它划分出了两个根组 这边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左边是CPU的一个根组 然后右边是Memory的一个根组 然后在它下面我们会直接划分出来两个目录 一个叫Service 一个叫Jobs 然后呢 内存这边也是一样的 然后呢 Service这边的CPU可能我们会给它分配70%这样一个比例 然后Jobs呢会给它分配30%这样一个比例 就是通过刚才讲的那些CPU的参数 然后来具体来设的 这里面一些细节可能大家需要下去自己去看一下 因为这个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了 然后右边呢是内存的一个分配 大概就是1比1的这样一个比例 然后这些参数其实都是可以配的 就是说用户或者说集群的管理者 这可以自己来定义的 就是当你发现说哪个比例高了 哪个比例低了的时候 你可以自己去动态的调整 OK 然后我们有了任务的这个分类 还有一个资源的一个等级的划分 然后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来做这个混合了 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些做混合的原则 第一个就是说Jobs是不应该来影响到Service的 就是说你既然是一个低优先级的任务 你就最好是说你不要再瞎搞事情 就是不要把我在线的Service给搞挂掉了 第二个就是说 刚才也跟大家聊到了 就是说Service它拿到的是一个guaranteed的资源 然后Jobs呢它拿到的是一个没有保障的资源 第三点就是说我们在Service这个资源的维度上面 我们是不会做超卖的 因为对我们金融级的一些应用来说 它的稳定还有可靠是第一位的 然后它的那个就是说我们如果做了很多超卖 然后造成一些就是资损嘛 就是说你付款的时候或者什么时候你的钱突然丢了 这个其实是得不偿数的一个事情 然后第三个最后一点就是说Jobs其实它虽然说是可以被任意的杀掉啊 然后它也可以任意的被压制 但是它也不希望自己就是一点资源也没有 就是它也不是很开心 如果你给它杀的太厉害的话 对 这个在后面我们会通过一些动态的这个负载的一个技术来帮它避免掉这样一个现象 OK 之前都是一些背景啊 就是说我们在大规模集群落地的时候遇到了一些资源利用率的问题 然后我们通过一些内核的Cgroup的技术 然后来解决这样一些问题 所以主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会把资源分为高优先级和低优先级两个等级 然后呢当我们其实混合的技术在蚂蚁还有阿里 大概三五年前就已经那个成熟了 然后呢但是呢我们最近是在做K8S嘛 所以说怎么样在K8S上面把这一整套东西落地呢 又是另外一个话题 然后这边给大家罗列了一些现有的K8S的一些功能 然后我们都会在接下来给大家一一的介绍一下 一个是CubeS里面有一个CPU Manager的功能 不知道平时大家有没有用到 有用到的可以举一下什么 OK 不是很多 因为这个功能其实当你真正在用的时候 其实不是那么好用 这个功能 然后第二个就是它一个Device Manager的一个功能 就是说它可以你自己定义一些扩展的资源 这个其实用起来非常好用 然后另外就是API Server里面 我们会在它的一个admission阶段 然后来做一些工作 第三个组件我们涉及到的就是调度器 因为调度器它我们没有用社区的调度器 我们是自己写的这个调度器 就是兼容社区的那一套API 然后就是它也支持这种扩展资源的调度 最后一点就是我们会参考它的一个POS Class的一个设计 然后继续聊一下这个POS Class 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关注到它的那三个POS Class 还是说大家就用的时候就不太关心这个POS Class 还是说一个guaranteed的资源 它其实是这样来区分的 大家如果用过的话应该是知道的 就是说当你的Request还有Limit都不设置 或者说都是零的时候 它就认为你是一个Best Effort的一个POD 这个大家应该都了解吧 OK 这个其实在用起来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就是不是那么的方便 然后下面会罗列一些它的一些问题 因为具体到一个POD下面的CPU的一些C Group参数的设置 它是根据你的Request还有Limit来设的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对 因为它的Limit是零 然后导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可以当你 就是没有一个上限 就是说它是可以当一个POD 它那个比较暴力的时候 它是可以把你整个机器的资源给满满的 尤其是一些AI的训练或者什么 他们是没有一些线程数的限制 或者什么 它发现它能看到所有的核 它一下子把线程数就起得非常高 然后这个就会对我们的一个单节点的一个稳定性 到来造成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点就是说它的Request也是零 这个会有什么问题呢 大家如果做过调度的话都知道 就是调度器是通过Request值来进行调度的 就是说它一个节点上面可以分配多少资源 是按照Request值来进行这个资源的一个统计的 Request是零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调度器是不知道说这个Node上面 我到底分配了多少的这个Best Effort的POD 虽然说它在Node上面有一个POD的最大限制的那样一个数量 比如说它默认的是110个POD这样 但是它其实用起来也不是那么的方便 然后再就是它里面的根据POS class 然后到具体的POD下面的一个Cgroup的一个配置 它是一个影视的一个配置 就是说你是不能自己去定义一些参数的 这个其实在那个社区里面那个CPU Manager里面是这样实现的 就是它对这个Best Effort这样一个POD 它具体到Cgroup配置的时候呢 它的那个CPU Shares设置的是2 在那个CPU Quota呢 它设的是-1 就是说Quota就限制一个上限嘛 然后Shares是限制一个下限 这个其实这样两个写死的值 然后对我们真正在落地想要去调的时候 就是很方便 然后呢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我们这边就通过在POD上面加上一个标签 然后来显示的告诉系统说 我这个POD到底是不是一个Best Effort的POD 这个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实现 就是Label的名字就叫Custom.QoS 然后等于Best Effort 然后呢为了解决刚才提到的 就是说社区里面QoS的一些问题 就是我们用起来的时候 感觉不是那么方便的地方呢 我们在下面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手段 一个就是我们扩展出来一个新的资源 我们这边叫混合CPU 或者叫Collocation CPU这样一个新的资源 它是通过Device Plugin 而注册到QoS里面的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事情呢 其实下面会有两个解释啊 一个就是说我们刚才也聊到了 CPU是一种可以压缩的资源 那么既然它可以压缩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CPU资源是一个无限的资源 就是说我可以把CPU分得很满 然后呢因为分得很满的话 只要我隔离做得好的话 它其实之间的影响是一个可控的一个状态 我把一个Node的CPU都分得很满 然后呢这样的话 我就把一个两维的一个资源分配 或者叫三维的一个资源分配 到底够不够了 我只需要关进它的内存够不够了 就可以了 这一点大家能不能get到 OK 这个是我们这个设计里面的一个关键点 然后用户其实在用的时候呢 它是不知道说我用的到底是混合的CPU 还是说是正常的CPU 然后我们通过它打上标签 然后我们会在APS Server的Admission阶段 自动的帮它修改掉它的那个资源的请求值 然后呢因为我们扩展出来了这样一个混合的CPU 所带来的好处呢 就是说调度器它可以根据这个扩展出来的资源 然后来做一个调度 这样的话我具体调度到每台Node上面的一个Drop的数量是可控的 所以说我调度器里面其实是知道说我到底分配多少资源给破的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说我们刚才也聊了 就是说社区里面的对C Group 还有下面具体到容器上面的一些参数的设置是一个默认值 就是说你没法修改的 我们这个方案就很大的一个需求 就是说这个参数我们是要能自己来修改 之前都是给大家聊了一下我们做的一些思路 这边就是一些具体的实现 然后首先是在APS Server里面 我们会在Admission的Mutating阶段会给它加一个Plugin 然后这边做的事情就是左边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这边这边有一个POD 我们可以买两个目录这个就是那个目录的名字 PODM Manager这样一个Policy 他原来那个Policy就是那个 Policy其实就是一个限制比较多的一个用法 然后我们扩展的就是说 Cublet就只需要帮我把我在Annotations里面 定买好的这些参数给我刷到容器上面就可以了 就是我在Annotations里面给你写什么东西 你就无脑的往下面刷就完了 你不需要关心就是具体的这个参数是怎么来的 这样的话我们做到的就是说 Cublet是在生产的时候 其实是不应该被经常的升级的 就是说它的升级会带来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因为你要把所有的Node都刷一遍 这个周期是比较长的 然后但是呢我们这些C Group参数可能是经常要改的 当我们要改的时候呢 只需要在刚才APS Server那个地方给它修改掉 然后具体到下面去刷的时候呢 它就会帮你无脑的给刷上去就可以了 然后左边就是刚才经过APS Server mutating阶段修改完的一个Pol 然后右边就是具体到每个容器上面的 一个host config的一个page 然后那个容器的那个run time 就是根据你这个host config值 去把你具体的每个容器 放到不同的这个cgroup根组下面 OK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 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 我们会扩展一个叫 collocation CPU的一个资源 它也是通过一个叫resource agent的一个组件 然后来实现的 它其实就是实现了一套 社区里面device plugin的这样一个接口 它其实主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根据每台node的动态的负载 然后来上报这个混合CPU的一个资源的大小 比如说当它负载比较高的时候 我就把混合CPU可能就不上报了 就是说我不让这台node再来调度一些drop上来了 因为它的负载已经很高了 我不需要再用那个drop然后来拉发的这个CPU利用率 当它负载比较低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我可能就上报的这个混合CPU就比较多一点 这样的话呢 我调度上来的drops就会比较多 这个大家可以理解吧 OK 然后它做的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说它会根据我们一个config map里面的配置 然后来把物理机下面的那个seagroof根组的参数 给刷到机器上面去 就是说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吗 就是在物理节点上面 我们会有这样70%或者30%的一个配置 右边是比如说50%对50% 这个配置其实是写在一个config map里面的 我们会根据不同的机型 然后根据不同的内核 还有一些不同的什么版本 然后可能这些参数都会不一样 然后这边resort agent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说它去读取这个config map里面的 这些具体的参数 然后给它刷到物理机上面 然后它是通过demonset然后来部署的 就是每个node上面都可以部署一个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组件 就是它主要是为了做 我们在每个node上面可以动态地观察到 我每个node的一个负载情况 然后根据负载情况 然后来上报我不同的一个资源 这张图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 左边当我机器的负载比较低的时候呢 我上报的可以混布的资源就比较多 这个时候呢我调度上来的drop就比较多 当右边 右边就是当它的负载比较高的时候呢 我可能上报的一个混布的资源就比较低 这个时候呢它可以调度上来的drop就比较少 主要想表达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会在 通过这个组件在每个node上面去做一些 auto-profiling的一些事情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会去采集 一段时间的这样一个 这台node上面的一个利用率的一个情况 然后根据一些画像纸 然后来历史纸 然后来做一些预测啊 或者说这样一些事情 这个是正在做的一件事情 OK 然后上面给大家聊的就是我们 在KVS上面怎么做混布啊 包括我们遇到的一些问题 然后还有一些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 还有怎么样在KVS上面落地这样一些技术 然后怎么样在兼容社区API的情况下 然后扩展出来一些自己的一些特性 当你想要做drop调度 或者说做计算类的调度 然后在KVS上面的时候呢 其实还有一些额外的一些工作 我这边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一个就是我们会通过CRD来实现一些 自己内部会用到的一些功能 一个叫cluster level的一个quota 社区里面的quota是namespace级别的 然后我们在用的时候 其实我们比较多的一个场景 就是说我们需要跨namespace的一个quota 因为当你在做优先级调度 还有一些抢占调度的时候 quota是一个必要的一个输入 那就是drop它其实对Gong Schedule 是一个比较大的需求 当它的AI训练 或者说Spark这种计算类的业务 它可能一下子就调度 从买上千台的quot 现在的调度器 社区里面调度器性能是比较差的 然后我们这边通过一个quotgroup的一个概念 然后实现了一些Gong Schedule的一些功能 再就是第二点就是刚才也给大家提到了 就是我们会做资源画像 就是说会采集整个集群 整每台node 然后在一段时期内的一个资源利用率的 一个动态的一个情况 然后包括每个应用的一个资源利用率的情况 这个其实当我们有了这些数据之后 后面我们想做VPA或者HPA的时候 就有了很多数据的支撑 第三点就是刚才也讲到了 我们这边自己做的一个调度器 然后它是支持优先级 还有抢占调度的 OK 这边就是给大家再把今天的话题整个串起来 就是说我们是怎么样做的呢 就是说每个node上面会有一个resource agent 就是在这边会有resource agent 然后它会动态的去上报一个补复的资源 它同时也会把每一个node下面的cgroup跟组的参数给配置好 它上报出来资源之后呢 我们就多出来了一种cpu的资源 这种cpu资源是专门给jobs来用的 然后呢 左边用户提交了两种不同的类型的应用 一个叫jobs 一个叫service 然后我们通过APS server的一个mutating的一个功能 然后自动的把它的一些资源值给修改掉 就是用户是没有感知的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们把jobs就修改成了这种混布的cpu资源 然后呢 经过调度器的一个调度 其实就可以把整条列路给串起来了 这个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思路 OK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效果 然后这个是service 它如果说只是它自己单独跑的话 大概是一个10%到15%的这样一个利用率 是一个比较低的一个状态 然后当jobs它单独跑的时候 其实可以达到20%到30% 但是呢我们觉得也不是很理想 因为我们想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要打破整个鸡群里面 划分的各种各样的小池子 就是说让整个鸡群都统一的来调度 然后当我们把它两个混合到一起的时候呢 其实是可以达到一个30%到50%的这样一个效果 就是这个说意还是比较明显的 就是说我们在不采购新的机器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在鸡群里面运行更多的任务 我们想要达到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OK 然后我今天呢分享大概就这样 上面的这些内容 然后就给大家安利一个项目 就是我们跟阿里云一起搞的一个OpenCruise的一个项目 就是后面的我们现在做的一些可插码式的这样一些Devite Plugin 还有一些Admission的插件 其实后面都会慢慢的往这个项目里面去挪 OK 然后谢谢大家 我大概今天分享这些 还有五分钟的时间 大家可以提一下问题吧 对我的微信 大家感兴趣可以加一下 我想问一下 对于Schedule的扩展是做成了一个extender是吗 不是 我们就完全重写 完全重写的 因为吊子器它重写起来很容易 它其实吊子器也是一个controller 对对 只不过它做的事情 就说你们是完全一害的方式来写这个吊子器是吧 对 因为我们这边在落地的时候有这样一个背景 就是我们不是以下的完全就是从零 然后跳到KBiOS的 我们要兼容以前的一些Sigma的一些系统 OK 所以说吊子器是中间的一个桥梁 所以我要做到这个平滑的升级 我有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刚才讲的那个co-location的CPU 就是只是给Job用的吗 还是Service会用吗 Service不会用 就是给Job调度产品用的 对对 然后那个跟Schedule跟Schedule的CPU有联系吗 没有联系 没有联系 就只是我刚好大家都叫Pot Group 对 因为我们做的时候可能还不是很了解社区里面已经叫这个名字了 然后就也叫这个名字了 碰巧 刚好大家都有说的 对 谢谢 你们有抱同地一下 你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就是co-location的CPU的Resource会根据那个Node的负载会做变化吗 那如果一开始它调度这些Job的时候 它那个Service的负载比较低 所以你可能调度了比较多的Job上面 然后如果它之后Service的Request变多 它的负载变高了之后 那么也是通过你们ResourceAgent的上报修改Codecation的这个CPUResource来去Premptive Kill掉那些Job的吗 是的 对 就是他 你说这个问题会有一个食言的一个问题 对 确实是会有的 就是你怎么样能快速的做到一个一个响应 对对对 是的 那个有什么 这个是我们现在正在优化的一个点 对 其实我的问题跟刚才比较相似 就是在做超卖的时候 就实际上比较重要一个就是怎么做Evasion 对 对 那你这个Evasion跟那个 就是开玩自己本身的Evasion策略之间怎么配合 或者有什么不同 因为你好像说你这个你CoreCate的那个什么Device Plugin 你如果说动态往上报少的话 那你本意味着本意要来做一个Evasion 在马上报还是怎么样的 就是说这个你们这两个 怎么来配合 发生了冲突 我们Evasion不会在本地做 我们都是在调度器里面做的 就是说所有的判断逻辑都会放到调度器里面 然后我们对Evasion是一个非常非常谨慎的一个态度 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很多在线的业务是不能被杀的 一旦杀的话就会出很大的波的 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在Evasion这边会单独的会去做一个Evasion的一个组件 就是说我们会加很多的check 比如说Label啊或者说一个属性啊 或者什么各种各样的check 当一层一层的check过了之后 我们才会真正的去cue它 这个就是一个取舍 就是说你要的是快呢 还是说要的是一个稳 我们这边选择的是稳 就是我们可以容忍它在一两天之内 可能是一个利用率比较低的一个状态 但是当我发现之后 可能在两天之后就会有新的job上来了 这样一个对 你好 我刚好就是混布这块比较感兴趣 就假如说是一个深度学习的训练 你们是现在放到你们混布的场景里面了吗 是的 那么深度学习训练的时候 它大量的会用到那个GPU 我们的显存还有大量的memory 还有大量的进程数这样的一个开销 对 对 那么这个开完之后 然后放到你线上里面你去run 然后run着run着的时候 你需要把它杀掉吗 突然在线的时候过来 一般不会杀的 我们杀的时候是会根据这个任务 它已经运行了段时间 然后来 还有它的一个资源请求 然后来计算的 就是说当它已经运行了很长的时间的话 我肯定是优先去去杀一些刚刚起来的一些任务 就是同样的证据的话 那杀完之后你还会帮它再起吗 是的 会杀完之后会进入到一个喷顶的队列里面的 当有新的资源的时候 它又会重新给运行起来的 而这个喷顶队列又是跟一个基线系统来对接的 因为AI的训练它是有一个基线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概念 对 因为我我就是做深度学习系统的 对 所以我明白这个事情 对 但你杀深度学习训练的时候 实际上是很难杀的 因为它大量去起一个任务的时候 它会起很多个僵尸进程 一块去跑 你杀的时候这个食言 我们杀的时候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首先是我们需要我们的平台方 就是说在KBiS上面的那个controller 然后来对接我们的系统 我们要杀的话 我们会在port上面打一些标签 然后让它主动来杀 当它主动的杀不掉的时候 过一段时间我们才会去强制的去杀它 就是会有一个交互的一个过程 所以你又有套巡检的机制 跟你去巡检的关系也不是很大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杀的权力 先让给业务方 或者说让给这个AI的这个训练方 说他们来杀 他们如果一段时间杀不掉的话 我们才来杀它这样的 对 他们来杀的时候 他们就需要处理好你刚才说的那些问题 就是怎么样把一些东西给回收掉 然后怎么样把一些东西资源给释放掉 就杀杀的权力在他们 你只是告诉他们你该杀了 然后我们会有一个保底 就是说一段时间他们如果杀不掉 我们就直接就杀了 你会提前告诉他 你他不杀我自己就要把他切杀给干 对 是的 这个也是没办法的 因为我们肯定要做这样一些事情 因为如果你不做一些动态的杀的话 其实整个集群的资源是没法释放掉的 OK 那就这样 谢谢大家 有问题我们现在再交流 因为时间已经到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